哈喽,大家好,我是红叶里图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常美食 茄子炖粉条 这是茄子炖粉条的所有食材 三个茄子 一个皮仔子 一把香葱 一头大蒜 两个青红椒,线椒 一点香菇 一点牛肉火腿肠 其次的话,我们要弄点这个红薯粉条 及一点木耳 就这些食材 下面我们进行操作 下面我们开始切茄子 茄子掐脱去尾,从中间把它分开 完了以后,这样一刀就行了 用一些皮这样子 来,切成这样子就行了 现在我们切火腿肠 这个也是牛肉的 这样切片现在 皮仔切成片 这个 这个 香葱切成丁 这一段 最后一方 这青红椒 把它也切成段 切成丁 就行了 切成丁 就行了 大蒜把它拍一下 拍碎就行了 往东也切,就这样行了 我们这个茄子炖粉条的这个食材都准备好了 茄子 切成丁 碗粒粉条 木耳 碗粒 香葱 皮仔子 碗粒 牛肉火腿肠 碗粒 辣子 青红椒 碗粒一点大蒜 这就是这些所有食材 下面我们开始操作 热锅凉油 首先我们下入这个青花椒 轻轻的撒一下 下入这个我们皮仔子 放入西红椒 然后放入西红酱 再放点四次辣子酱 再放点黄豆酱 再放点 再炒 接下来我们把茄子倒入 用油轻轻地点一下 下入牛肉炒最长 把青红椒下入 倒入酱油 倒入三香 倒入粉条 加入凉开水 红鸡炖 撒一点鸡精 倒点醋 紧接着把大蒜香葱加入 盐子炖粉条做好了 大家看 颜色特别亮 大家看有木耳 牛肉火腿肠 有茄子香葱大蒜 这些 还有粉条 大家看 特别有食欲 希望大家可以操作 希望大家可以点赞 关注和评论 谢谢大家